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通通看交通这个单元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图幕系的张学孔教授 学孔啊 你是设计在台北市对不对 是啊 从小 从小都就在台北 你是台北出生的 前面对台北出生 中间前面五岁 以前住在高雄 然后呢 然后就到台北念书 在台北你通常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从小到大我看都差不多对不对 小时候骑自行车 一直骑到国中 高中坐公车 22路从无形街 到成功高中 大学就到庆祖 所以都是公共交通工具大比例多 对 而且我知道你是坚持不买车的 对吧 我修正一下 我1990年回台湾教书 开了大概十多年 你还许是有车 后来觉得台北 以它公共运数的方便性 我就把我那个美国车送给我们政府 丢给环保局 好 它有一个什么奖励措施吗 给三千块钱 忘了 所以我已经大概十五年 没有这个开车了 没有车 每天其实带着我这个自行车 我身上就别一个自行车 有看到了 那个是一个 好像是夫人设计的是吧 这个一个别针 他说我推动绿色交通 一定要有一个识别 这个在身上 是 好了 这个大台北的市民 现在应该是 按照我们的想望之中 是比例上是越来越多 在使用大众交通工具 这也比较符合 看起来是你 你对于这个大都会的期待 对不对 对 好了 那可是公车始终多年以来 不管谁执政 是不是一党独大的时代 或者政党轮替的时代 到现在 这个独立候选人出来参选 成为我们的市长 可是还会碰到这个问题 公车经营起来 是很辛苦的 对 因为它不同的阶段 到时候你点到这个 很有趣的课题 那 现在感觉上这个公车 不管它的硬体 服务 资讯 厂战越来越好 当然是很多各方面的努力了 那早期 我们说的早期是60年前了 那时候公车为主 台北市很多这个 那时候还没有摩托摩托摩托车 是 那大部分的这个公车 像台北都会区 早期有9家公车公司 那都是很多是地方私生 那他们起来经营 那获得这个五六十年的特许 经营权 是 那当然大概十几年前开始 从刘道全当部长 这个各地方都有面临 类似的问题 不知只有台北都会去 开始把路权合理化 就是每五年 你获得这个路权 那我们成立所谓路线审议委员会 成立这个票价审议委员会 就是交通专家们 来去审核这些继承的 已经存在的民间的这些个 bus这些公司 看看他们的效率如何 对 服务水准怎么样 那这个 这个大概是20年前定出来 那台北市当上率先定出这个 是 标准 那也 你知道大尊 我是第一届 这个审议委员会的委员 包括这个 这个运输费率 在台北市 那时候定这个标准的时候 每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都非常重视 都亲自参加 因为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评比 会 因为每个公司 他的特色不太一样 比如说 早期阶段就是说 我希望有空调的 有冷气的这个公车 如果你公车 冷气公车多的话 是 你分数就拿的比较多 是 如果你的新车比较多的话 那个拿的分数比较多 比如说像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 新自备的 新新 不是 新旧的新 他的公司 非常重视维修管理 那这个 张董事长 他就说 他反对用这个车龄 来做这个 唯一的 这个标准 这个是很有了不起的 很了不起 也就是说 他的维修管理 做得好的话 哪怕车龄很高 车子的性能 跟这个效能 还一样好了 那为什么要把它 对吧 你讲的太好了 我们当时早年 是八年的这个 台北市率先要求 八年的这个公车 能用八年 当然好处就是说 引导大家 你八年后 这个车辆就要淘汰 可是 大叔你知道 我们很多八年 用到的车子 像这个 其实他就新年科允了 这个张董事长 他就 维护得非常好 那 大家抢掉他的车子 中南部的 好 甚至他中南部 用过来之后 还可以外销到 这个 菲律宾 能 就是从一部新车的 前八年 能够维修好的话 到中南部再用个三四年 然后之后 有的时候还去做国际外交 送给越南 菲律宾 其实他背后隐含的一个意义是 各位知道我们付费 大家付费 现在一般就是15块钱 里面跟车辆本身 折旧有关系的 占蛮大一部分 我们讲的付费 这个计算 这个到底你要付多少钱 对不对 我们听众朋友 你都会付15块钱 这里面有三个 这个费用占最大部分 这个车辆的折旧 是 而你购车 你买一部车来 好的话 这个一般低地板 大概是600万左右 当然便宜有到200多万 300万的 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他用8年来做折旧 比较有道义的公司 他买比较好的车 开到第7年第8年 车价还是维持很好 对不对 那可是他贪提成本就高 对 那可是有些公司 他就是买 这个250万300万的车 开到这个第6年 大概就肯定康康康在想了 可是我们民众 后来慢慢都会去挑 比如说在这个信义干线上面 在忠孝干线上面 人类干线上面 有不同的公司来 他们就会挑这个 评比比较好的公司 因为他获得这个 他买的车子比较好 那大家认为说 这样也不太公平 你买一个很好的车 跟人家一样 8年就泰换 对不对 那你跟你买了一个烂的车 8年都一起泰换 就收的票价是一样 可是你成本是不一样 那后来就讲说 那好 如果来买比较好的车 我可以让你的泰换的年期 长一点 那这样大家有诱因去买比较好的车来 因为你可以用的时间比较久 用10年用12年 那你因为 就算你买的时候比较贵 可是因为你可以摊提的时间比较久 那你的成本 并不会说高于其他买比较烂的车的公司 大家占一个比较立足点 平等的角度 又能提供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常讲好的服务 它背后反映到也是一个成本 跟你的付费 是 那所以台湾 特别是台北市 他过去这个经过公车 你看这个没办法提供好的服务 到公车专用到的提供 到费率8年不涨价 从某一个市场开始 所以整个是连在一块的 台北大台北的公车 一月开始要延离涨价一块钱 15块涨到16块 对于消费者来讲 可能零割肉不疼 割的很少 可是优待票还不变 但是交通部已经好像看起来 对台北市政府下达了这个通牒 说如果你涨价 我们就不再补贴 这个有做油价补贴 那你怎么看这个中央和地方上 除了政治角力以外 那这一个两个的冲突 到底是各自都有理呢 还是说这是一个 其实不应该有的一个政治斗争 是 我想这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 那我从 什么都不应该发生 涨价不应该发生 这种所谓你刚刚讲的这种斗争 或者讨论 那其实大众运输 这个为什么他现在会面临涨价 或不涨价这个课题 就是马英九当市长就宣布 这个公车八年不涨价 好龙斌他也follow 也跟随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应该是16年都没有涨价了 维持15块钱 可是各位知道 在过程当中 当然油价起起伏伏 可是我们其他部分 各位听众我们在分析你付费的时候 他基本的原理就是把公车经营上所需要的成本 摊算在16项成本里面 我刚刚讲的这个车辆 这个司机的薪资 油耗 还有管理 厂战 维护 那这些加总起来 比如你开不车 16个项目 16个项目 对 这些加总起来 看需要跑一公里需要多少钱 那我们就所谓的车公里成本 然后再看这一公里 平均有多少人在这个车上 然后一摊提出来 就是你要付的这个每公里的费用 然后看看平均每一公里 每一个称个跑多少公里 你就付这个费用 所以大家就是摊提 那个他所引运所需要的成本 就摊提出来 结果发现 事实上每一个人需要付17块多 照理讲 这是因为马云九当市长的时候 为了要反映公车主 一个他希望他降低他的负担 第二要反映他对社会的贡献 说你我不要再涨价了 所有成本增加的部分 我政府来吸收 所以才会有真正的实际的成本 大家应该要付出17块多 我记得17块3毛多 可是我限定在15块钱付费 这两块多的差价谁来出 一定有人出这个钱 政府就编这个预算来出这个资源 不能够有更聪明的办法 让这个摊提变得一方面 对于坐的多的人 坐的远的人就付的比较多 坐的比较少的人 比较短的人 他就付的比较少 不能够有更公平公正的方式 来让他接近实情 大生 你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什么差两块钱 我根本认为这是荒谬的一个 一个做法 政府来吸收 这什么话呢 这从两方面来看 为什么绝大部分的这个全世界 应该说全世界公共运输 都面临一个大的课题 就是政府要补贴 那他补贴的有很多原因了 那我从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当初这个政策 实际上我有参与研议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做公共运输会对社会有贡献 他本来把你是对社会贡献这部分 内部化到你付费里面 明白 就是说你比开小汽车的有公共道德 对吧 你不那么舒服 不那么享有隐私的快感 但是 也就是说帮助这个城市 用更经济的 尤其在能源上更经济的成本 来继行你的交通活动 对 所以这个外部效益产生 但是并不是说只有公共运输 有外部效益 比如你开车的人 大部分如果你换成油电混合车 你用纯电动车 我们政府推动的 你跟别人共同 共称 你招跟人共称 我当Uber好了 对 是吧 是你从共享的角度来看 他对社会有贡献 所以很多国家 他是整体来看 所有使用交通运输工具的人 你的贡献度怎么样 他从一个运输经济的角度来核算 所以才会 你看很多国家Uber 计程车共称 这个大型的巴士共称 他会获得优惠的停车奖励 相对而言 你一个人骑加拉车的 反而对社会没什么贡献 是吧 骑加拉车也有 因为他免去他做其他的运输工具 他又健康 用健康 这也是他的外部的 外部的效益 那我等于说 我们把外部效益内部化 核算 他能够全部整体来讲 不管你用什么交通工具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不管你花多少钱 或者你是不是共称 他都能够算出一个 我记得你教过我一个字 当量 对 能吗 当然可以 每个人都 你知道欧盟 他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就来核算 在都市里面所有运输工具 他应该负担的成本 他应该被奖励的成本 这个价值是多少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不算清楚 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就不公正了 就不公正 你就不知道应该对小汽车 停车要收多少钱 我们还没讲到这个问题 你对摩托车停车要收多少钱 然后你对公车 到底要给他多少幅度的奖励 或者优惠才合理 包括票价的优惠 包括你购买悠悠卡的优惠 这整个就是一个 从运输经济跟国安金的角度 透过税费的制度 我们现在只有讲费 还没讲到税 透过费用的给付 来达到公平的阶段 当然又现在大的问题了 大孙 我们在节目上也讲到了 其实在一种状况之下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提供这种补贴了 你说交通部的这种补贴 补贴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基本面够大 如果台北是 我算过 如果台北都会就有160%人 使用公共运输 这个基本面够大的结果 每一个人分担到的成本 反复反而会降低 我整个收入 足以来负担 营运上所需要的成本 政府只要去做 我们现在还差多少吕次 从台北都会区来看 只有35%的人使用公共运输 还差一百万 对啊 你看现在公车一天 就大台北地区来看 所有的公车加在一起 将近大概是190万吕次 那捷运的话是200万吕次 我们把计程序算进来好了 110万吕次 可是整个台北都会区 一天是1300万吕次 所以你从这个分布来看 怎么样让更多人 使用公共运输 当你拉到那种程度的之后 它基本上营运方面 我讲的营运 还没讲到这个 基础设施的投入 每一个的营运成本的部分 就可以被分担掉 我想到的是一个大趋势 你们发现 当然我们都在说 台湾现在进入老龄化的社会 高龄化的社会 银法独的社会 老人家开车比较难一点 所以越是老龄化 大众交通 运输系统的可能性越高 你信不信 是也不是 我们稍后片刻 进一段新闻以后待会儿 台北FM98.1 News 98 酒吧 新闻台 1月7号 星期四 通通看交通 交通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交通系统的建立 恐怕应该是 永远要先于都市规划 或者是都市计划 现代化的城市 现代化的国家 尤其是如此 所以我们开辟这个单元 修孔 你在我们这个节目 出没了多少年了 也有六七年了 对不对 有那么久了 有有有有有 你头发越来越少 这个 然后这个大台北地区的旅次 供这个这个 捷运的旅次越来越多的时候 如果这样对比 我还蛮高兴的 那是 那是有 好像跟我这个头发 掉的这个比例 还没有完全衔接上 我期望 不是只有200万 这个捷运旅次 是400万 捷运旅次 哪怕牺牲再牺牲一般的头 都 你可以这样想 老龄 高龄化 对 这个社会 到底他对于这个 搭乘这个捷运 或者说大众运输 有没有有没有正面的帮助 是 我想 大众应该我们这样来看 我刚才说 说是也不是 是是 这个越高龄化 他越依赖 公共运输的服务 是 可是现有公共运输的 这个服务 缺少所谓最后一里 跟第一里的服务 门到门 门到门 特别是对高龄化 你看像我去高雄 去台中 去宜兰 台北当然很早就有 去检视 去审查他们这个富康巴士的服务 但是你这富康巴士 现在是为了有邻友 残障手册的 有才能去登记 然后去预约 公不应求 可是他们95%以上都是为了医疗 其实原来富康巴士 有一部分是希望 我们这些社会的弱势 他也可以参与社会活动 参与文化活动 让他不要有社会分离 区隔的这种感觉 可是你看你去检视这些使用者 原来需求 你还以台中市为例 他有三十几万有这个需求 可是真正在用的 大概就是五六万 不超过十万 而且是医疗为主 而且大部分他就是一个人 做那个富康巴士 变成他的专车了 那我们从家来看 就是说我一直在期盼 就是说 因应老年化社会 我们应该把这个富康巴士 推展到 至少要先让高龄的人 他也可以来使用 这个富康巴士 因为他从他家里出门 你就要坐公车 走路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我们现在 很多地方停车也是乱停 特别摩托车 所以这种 怎么去规范他 然后把富康巴士引导 变成一个门到门的 因应需求的这种服务 这个是要把这种服务 跟公车跟捷运 共同来结合的 是 我们已经把题目 从原先涨价补助的 再牵引到一个 特定服务的形态了 回头来看 整体的公车涨价问题 也就是说 他既要能够完成 更多的里程的服务 又要能够让更多屡次的人 觉得安心 还在涨价的成本考量之下 能够继续 妥善经营下去 有哪一些各权其美的方法 是 我想这背后就牵涉到 永续裁员了 因为你 你现在要从15块涨到16块 那政府还要贴1块多 从地方政府来看 那你让民众负担1块多 那它的意义在哪里 那这个负担1块多 那减少政府直接对公车族的这个补贴 减少这个补贴 那问题是说 这个钱是不是可以有其他地方来反映出来 比方说 因为现在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 柯P口尔森讲说 我要降低大众运输使用者的负担 让他比使用摩托车跟小汽车要便宜 对不对 那吸引更多人使用公共运输 可同时间你又把涨价 涨价 这完全矛盾的 那所以有一个方式就是 当然很多城市也实现 就是把停车收费增加 用停车收费收来的钱 来依住公共运输 不管是厂战的建设 专用到的开辟 资讯系统 还有票价 感觉到这就是对这个抽烟的人实施健康捐 然后让他来补助这个健保 医疗健保 有黑股要 有黑股要真的是把这个健康捐 拿来做公共运输的 所以你只要是私人使用的 汽机车的停靠 停放 把它的费率调整 调整 那你算过没有 能要调整的比例会是多少 以摩托车来看 现在很多地方停车根本不用付费 对 那数多要付费 像有地方是每天只付10块钱 至少要double 因为我的分析发现了 摩托车使用者 只付出他应该付出代价的 百分之三十三十六三十五 汽车呢 汽车才负担到百分之五十八 也就是他的负担 他感受到的这个负担 只是他应该负担的三分之一 跟三分之二 所以他感受的便宜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使用 因为他感受的便宜 可是他造成非常巨大的社会损失 我们讲过的安全问题 安全 污染 摩托车在巷道里面 对不对 他的排气直接到我们小朋友的鼻子 嘴巴 老朋友也一样 对不对 对一样 所以这种公共健康的议题 实际上已经很多国家在重视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虽然看它是一个公车付费 账价不账的问题 可是他现在整个是一个运输系统 更公平跟健康的发展的问题 所以背后要有一个 要规划一个永续财务的机制 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今天可能来不及 因为你还必须要用像电脑一样的 那个记忆力跟运算力 来去算出来那个当量 每个人在每天在都市区 或者说在郊区 或者是在不同的这个交通状况 或运输环境底下 到底应该付出多少 这个适当的费用 这个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弹性的东西 可能需要更多方法来去计算 对不对 好 这个留待我们更聪明的 这个方式来去解决 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个我关心的问题 就是台铁跟高铁 这两个 看起来应该是难兄难弟的单位 他彼此要竞争 彼此要合作 恐怕也有彼此杀伐的这种情况 高铁现在越来越捷运化了 而台铁就越来越高铁化了 怎么回事 但是我想这个很有趣 因为去年 就12月了 上个月 高铁新的三站开通 所以11个站 加上今年南港站要开通 总共12站 这个大事底定 这是原来就是 反正高铁就是越来越 到站越来越慢了 这三站开通之后 研究发现了 这实际资料 台铁又损失5%的 5%的客流 因为这三站的开通 原来高铁开通 在五六年前 已经吸引了15%的台铁中长途的客流 那现在又多了3%的 就是18% 所以台铁就想说 可是高铁同时又变慢了 那不至于你刚刚讲的 这个高铁台铁化了 那因为他南北 透过大战快车 这种跳战式的 还是有他的优势了 那还是在两小时之内 可是台铁 那他就宣布说 我要来跟这个 开一个普悠马特快车 对啊他要学高铁了 台铁高铁化了 他说我可以把他 这个从高雄到台北的这个时间缩短 这个比高铁多两小时而已 但是我的票价是他的这个一半 600多块钱 那这样算 等一下他的时间是大概4个小时 对4个小时多一点 那那所以 对4个小时之内 他变成他在诉求 这个快车 那我自己对这个 市场有不同的看法 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看 对台铁的这个 台铁 那第一个 其实台铁高铁 高铁在建设的时候 就已经很大的思维 就是要分工合作 是 中长城高铁 区域铁路 中短城 有这个台铁 所以我们国家每年花了这个两三百亿啊 过去是十年啊 所以理起来超过三千亿做台铁捷运化工程 增设新车站 购买电链车 是 你知道台铁我刚刚讲的百分之十八流失 对不对 台铁 可是他在都会区的旅市增加百分之三十多 多 所以他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他的营收整个来看 大概减少百分之八 所以相对来讲 他这种国家的政策 分工合作 已经述不达到了 但是他还不满意 他还要变得像高铁差不多 是不是 很奇怪 那是酒吧 酒吧新闻台 1月7号 今天进行的单元通通看交通 刚才讲到台铁跟高铁 在营运方式上本来有所不同 可是看起来 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某些客源 对自己来说 那是一个很大的诱利 所以现在比如说台铁 开始要经营中长途的快速运输 谈一谈这个你的看法 是 我想整合分工 应该是要努力的方向 那当然台铁 我刚刚为什么说 我有不同的 对这个快车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它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如果你开快车太多 所以开快车就是中间就停一站或两站 对 那你变成一个什么中央快线 那你当你开这个快车的时候 你就要有地区的这种通勤 或者是区域的这个 中短图的 中短图 它要避让 然后它就减少 这个路线的容量 有钱的大爷要快点走了 大家回避 回速进 对大家可以思考 就是说 我们有快车在上面走 所以为了让这个快车走 当然要避让 但我们很多铁道都有做这种设计 不管是避车道 或者是在车站 它有另外的月台 让它避开 第三轨 那它就减少了这个容量 所以我们就要思考 就是说我要开这种快车去竞争这个市场 还是我要用其他的方式 让这个有限的容量发挥最大的功能 我比较倾向在后者 用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我来加强跟台铁的高铁的合作 比如说我从台中 因为台中就有一个整合的车站 对 它是共站 左边也是共站 对不对 台北市也是共站 那我可以开 以共站车站来开我的区间快车 那我要坐台铁 我到其他车站的 我坐高铁到比如台中站 我从那边做转秤 所以这种结合干线跟区域快铁 这种服务 我觉得比较能充分运用 台铁上面的有限的容量 而不是台铁单独开这个快车 我现在如果说我要去东市 或者我要去南投 三零溪 我坐高铁我就要坐到台中 然后就转朋友开的汽车带我 对吧 可是这个中间不一定 三零溪的我们也开不到火车 对不对 对 就是有些交通工具是跟台湾本来有限制的地形 跟这个地貌有关的 那很多地方是没办法用台铁来 那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或许我们讲说我们的新的总统要来思考了 这个也牵涉到叫多种运据的整合 不同载具的路 路网的整合 所以你要在比如颁表上面能够配合 你要在票价上面能够把它整合 你要在资讯上面能够透明 很快的能够查询 这个就是整个大数据要能够应用的方向 其实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从算是从高铁台铁的整合 它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来思考整个台湾串接铁路跟公路 这种公共运输 怎么做这个更好的衔接跟整合 两位总统候选 我们讲主要的两位了 都看起来都没有交通政绩 你给出点主意吧 这个当时有多少时间 你还有四分半 你还有四分钟 从纲领上来看 我想有三大方向 其实马上可以想到 如果我要建议的话 我觉得很奇怪 过去这个二十多年选总统 他一定看中交通政界 他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会去看的 而且我看很多民间的团体都会办这种评论 近年你还都没有 当然谈了很多环保议题 如果要我建议的话 我第一个就是交通安全 通常我们把交通安全问题 看作是个人遵守交通规则的这种甚至有点德性上面教化的问题 太小了太小了 因为交通安全它涉及到不只是交通部的问题 道安汇报我们谈过里面有交通部有警政署 有教育部 所以他必须是一个整合的 所以总统的高度应该抓这个交通安全 因为我们每一年车祸死亡4200人 受伤36万人 重残6万人 GDP损失170亿美金每一年 你说哪有比这个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 整个公共运输路网的完善 我刚刚提到了 包括我们因应高龄化社会 最后一里跟第一里门到门的公共运输服务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课题 这不只是关于公共运输提升 而提升到人民福祉的问题 我觉得是总统的高度 等一下你刚刚讲的交通安全这里 我知道从民国106年开始 好像从2016年开始了 应该是吧 这个好像汽机车考照要变得更严格 我认为汽机车考照变得更严格 不会帮助交通安全 应该是你道路的设计 标线标号的更精致化 还有透过不论用什么样的技术的整合 让道路的灯号 一般号制 能够更连贯 所以你讲的没错 其实光这我们就可以论述很久 我只讲几个重点 全世界现在都在谈怎么样让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半 到2020年 就下面几种手段 第一个道路设计 第二个智慧交通的应用 耗制连锁 第三个车辆工程 让车辆本身最安全 然后透过ICT 自通讯的应用 让车辆本身具有检测 侦测的能力 避免碰撞 甚至自动停车 然后最后一个驾驶行为的改变 执法 所以你看这几个东西 不只是交通部本身要去做的事情 包括你刚刚讲的 让我们的车辆 让人 让交通管理更智慧化 这是我觉得我们总统上任的时候 可以广快去推动的 我们讲生产力4.0 对不对 我们提了一个就是交通 光是你刚才讲的这些联动 电脑 或者说是在标号标线的这种一贯性 这些本身的工程或者是技术的开发 恐怕都会增加产业的内容 甚至还可以技术输出 对吧 好 感谢我们下个两个礼拜再来谈 好 感谢我们下个礼拜再来 好 感谢观看